还有一个重点就在于说 她现在的介护的状况是如何 那么到底有没有进食 而另一方面呢 蔡英文的难题 她到底要不要去看陈水扁 那么今天一度传出没有办法去 后来又说呢 在晚上七点半应该可以到 好我们来观察这个重点 先来看到陈水扁的这个状况 今天身体好转了 体重突然又重了1.5公斤 之前销瘦了4公斤 可能是水分的这个关系 那么但是她跟律师面会之后呢 又要求律师发表声明 痛批检方约谈 扁妈真妈是一个超加灭族的行为 那么至于她现在整个心跳 体重的数字出现之后 那么仍然在进食的话 院方是不是考虑 可能会强制来灌食 陈水扁介护就医的第二天 负责替陈水扁传话的律师又来了 扁妈八十几岁的 一般其实也不过问世事 那身体也不好 还要去传讯她 那她觉得说这个对她 类似超加灭族的一个做法 那她觉得她非常难过 她也不太能接受 她要表达严正的抗议 痛批检方约谈扁妈真妈是超加灭族 而陈水扁的身体状况则是明显好转 上午坐在病床上看律师写的抗告状 还一边做笔记 而陈水扁最新的血压 118 93 心跳每分钟85下 体重65.5公斤 比入院时的64公斤重了1.5公斤 而一大早6点半 陈水扁先喝了一杯电解水 平衡体内酸解脂 接着又造X光 7点多又喝了一杯20cc的胃乳液 一整天持续施打葡萄糖点滴 里头含有各类的维生素 而身体好转的陈水扁传出最快晚间就会回到北索收押 医院方面很保守 看他恢复的情形呢 是不是符合我们医药上面的预期 那最后的什么时候呢可以出院呢 我们会持续的去做他的状况的一些的评估 接近中午10分 南部乡亲赶到板桥医院 说要探视陈前总统 不过收押被告当然无法探视 乡亲们只能在医院外大喊加油 而在医院外大喊的还不止南部乡亲 国中生把握下课10分钟 大喊陈水扁监索编号 不过不管是加油声编号声 陈水扁的介乎病房没有窗户 可能全都听不见 真新闻台北综合报道